典型黑心由毒害全台前董作魏英聰 在17号下午中到彰化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件 而从他16号晚间被彰化地检署传唤 一直到被裁定收押 这慢慢的过程堪称是他人生中最痛苦难熬的20个小时 16号晚间彰化地检署的门口聚集大批抗议民众以及大阵仗的媒体 因为检方发出了传票要顶新集团前董作魏英聰到地检署报道 从晚间8点45分才开始应讯 慢慢的征讯过程一直截至凌晨1点10分才从地检署转移地方法院 而由于他拒绝夜间征讯 院方也只能将魏英聰暂时留置在罚警室过夜 直到早上11点多魏英聰才出庭应讯 接着下午4点半何怡婷裁定他收押觐见 这过程长达20小时 可以堪称是他人生最痛苦又最难熬的一天 魏英聰你为什么不认罪 魏英聰你为什么不认罪 魏英聰为什么不认罪 魏英聰为什么不认罪 过去的魏英聰过关了地堡的豪华生活 如今却成为接下囚 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 记者彰化综合报道